极度贴近人性的一本离苦得乐的佛教生活书 主角得了见动症 所以主角口述 有写手妙笔生花的记录成书 本书能细细品味的地方太多了 有宗教上的 有哲学上的 有心理学上的 有人际沟通上的 有亲子教养上的 有职业发展上的等等 以下我仅写出一部分角度 一 从人生胜利组生活中 主角邓悟道 我该出家了 想象一下 二十年前的瑞典 肯定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徒众多 顶多加上一点移民来的回教徒 但本书主角 处于人生胜利组后没几年 就决定要出家去 主角一毕业 就直接踏入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圈子中 他的微微不快乐 并非是来自北欧日照时间短的关系 而是来自一种 自小就具备觉察内在的敏锐力 这种敏锐力让他知道 在世俗眼中的人生胜利组 不是生活的重心 也不应是生命的核心 在森林僧人生活中 在还俗之后的生活中 书中意义呈现出 主角对生命的热情 渴望 生活中的疑难杂症 对情绪 内在纠葛的破关 动物 每一个日子中的关卡 困难 最终都能变成智慧养分 我们也跟着主角的生命历程 学到了他的智慧 二 你要说他是冥想 静坐 缠坐都可以 要学正派的才行 我在十多年前 因某人的关系 学习到某新兴宗教的静坐方法 让我有了一些我不想要的能力 一位自小修行道教方法 而具备多种灵通能力的修行者 他跟我说 你要学静坐 要学正派的才行 你去法谷山 佛光山那些地方学才行 我立刻找了当时离我最近的法谷山据点 法谷德贵学院 很幸运的是 那里有教禅坐 法谷山教授的禅坐方法 跟本书中的冥想方法一样 三 初学冥想 静坐 禅坐时 一定都是受挫感满满的 一开始在泰国学习 当个森林僧人 近似苦行僧的生活 当然苦 但无法顺利做好冥想 才是真正的苦 但 苦尽会该来 这些由西方到泰国当森林僧人的出家者们 每人皆使进各种奇怪招数 就是想让自己做好冥想 我不禁轻松了起来 原来 当年 我的冥想过程 没有比别人糟 其实我已经是算好的了 难怪当时有禅坐老师说我有大根气 当时 我仅是把这句话 当成是老师用来激励我的用语 现在才知道 禅坐老师 真的不打狂语 正因为 我有这样的感到挫败的经验 所以我极力推荐 有在进行冥想 静坐 缠坐的人 或是想要进行的人 你先来看看这本书 四 离苦得乐的秘方 就在弱化我 我用很简略 且不精准的方式来说 主角从俗世到出世 可谓是离苦 在出世中 获得得乐的能力 佛教的森林僧人生活 让主角逐渐的弱化我 弱化我 这是逐渐强化自己离苦得乐的内在能力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西方宗教跟东方佛教的不同之处 西方的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犹太教 这四个可算是同门的师兄弟 教义是不遵循自然法则的 东方的佛教是遵循自然法则的 哲学家巴鲁赫 斯宾诺沙提出的泛神论 其中的神 上帝指的就是自然法则 泛神论中的观点 正是后世各身心灵内容中常引用的观点 西方早期宗教学 是归属在哲学领域中 故哲学三大问题 我是谁 我为何而来 我要去哪里 这三大问题的共通点是 我 无 离苦加得乐 然后呢 正因为主角的十七年僧人生活 让他下决心还俗时 已经具备好了 能面对俗世难题的抵抗力 回到俗世后 忧郁 焦虑 无能为力 各种心理上的负面念头 负面情绪 长期且持续涌出 主角用他过去17年所学到的力量 一一克服 面对见动症的产生 主角也是用同样的力量 一一克服外在的与内在的难关 并达到平静 一般人面对死亡 多数是恐惧 不甘 怅然 少数是硬无知而生出的无惧 怅然 作者是平静以对 以下语言无法完整描述平静 如果你无法体会 请读本书 并用最慢的速度来阅读 活在当下 臣服 接受一切 弱化我 就能处于平静 简术来说 主角达到平静的方法 也是在本书中 已在出现的用语 我可能错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为您推荐的书名是 我可能错了 记得帮我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